今天和大家推薦的股份就是中海油883 這隻其實都是一個高息股 因為它本身在派息的政策方面有改變 它早前公佈了 說接下來 它三年內 它的派息比率都去到四成 就算你說公司的盈利達不到目標 它每一股最少都會派到秋節 就是說這個息口比我來說是高很多 如果用目前大概10元的價錢 它的息率都有七里幾百里 因為這個確保未來三年的息率 所以作為一個收息的角度是有吸引力的 除了說收息之外 看回它本業本身 其實它早前發了一個營起 預期2021年的營利增長差不多四倍 未來2022年又會是怎樣呢 從它初步預計 即是說未來的產能的增長 會大概有兩三百里的增長 當然你說這個增長不算特別高 但是如果它能夠維持到一個穩定的 就是低單位數字的增長也好 如果它能夠繼續油價上升 對它來說肯定是有一個幫助 加上它現在本身的油田相對都是比較穩定 所以如果能價的油價是繼續升的話 對那個股價或者對它的業績方面 是會有一個推動作用 如果以目前整體的局勢 特別是近期俄羅斯和烏克蘭的事件 我相信這個對天然氣和石油的價格 肯定是會有一個推升的作用 所以中海油在這方面都可以受惠 另一個就是近期它都在資本市場的策略 也同時公佈說會進行一些回購 當然現在回購那方面沒有一些具體的細節 所以看看業績的時間會不會在這方面多一些細節出來 自從它公佈了關於回購和派息的政策改變之下 你的股價就由9.23之後一下就飆了上來 去到9.5或10元 近期都捱在10元樓上的 我建議大家可以在9.8左右這些位置來做吸納 從收息的角度 這個股份比過去來說 我覺得吸納程度是比較的 比起那個人來說 吸納價值是高了很多 所以都可以看位去做一個部署 如果樓價是出現下跌 如果真的跌穿回到8.5的位置 我才建議大家指示 第一個比較低的指示位 因為市場是比較波動 同時間收息股我覺得就不需要跌幾%去指示 希望股價能夠上網 可以上回12、3元就有這些水平 以及追蹤我們ETNET所有的平台 投資路上 ETNET跟你一齊並肩作戰